啦啦队长打开抽奖筒 随机抽出了一位幸运儿 这个坐在214区15号座位的观众 将会获得赞助商送出的100万大奖 他兴奋地与观众们击掌 与漂亮的啦啦队员们交换口水 甚至与抽中自己的队长 来了一个法式诗文 不过在领奖之前 他还必须要进行一次百万投篮 只要成功命中 他就是百万疯了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他能够成功吗 观众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只要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男人突然头晕目眩 随后往那一躺 一鸣呼了 正在观赛的弗拉格和丹尼 实现了最快出镜 难得休假看个球 还能碰上凶案 这俩货果然是柯南体质 只见男人满头大汗 瞳孔扩张 舌头发炎红肿 这是很明显的中毒症状 可休事又是如何做到 在上千名观众的跟前 杀人于无形 死者叫做斯科特 是个忠实的球迷 同时对这个15号座位 有10年的赛季所有权 斯科特的座位上 有不少喷溅血迹 案发时 所有人都只关注比赛了 压根没有人注意到 这些血是怎么来的 不过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 说不定拍到了什么 血液检测结果显示 斯科特死于浪荡 简和阿托品中毒 这种毒素来自剧毒植物颠铁 而他血液中的是高浓缩剧毒 从中毒到离世 不过短短的5分钟 也就说 斯科特是在厂上中的毒 可他全身上下都没有注射针孔 究竟是怎么中毒的呢 他的胃内容物 包括两个热狗 爆米花 三明治 雪糕 还有一身的啤酒 血液中有微量的芬特茗 这是一种抑制食欲的减肥药 脸上和脖子上 全是拉拉队员的口红印 足足有12枚 丹尼再次拉住了林塞 两个人冷战好一段日子了 林塞依然不鸟他 话说他当初冷落林塞的时候 可嚣张了 现在怎么怂了 还记得死者座位上的血迹吗 金比对 这些血迹来自假示范雷蒙特 雷蒙特是赛场的销售员 他直言死者就是个嘴贱的混蛋 案发当天 他正在观众行卖啤酒 死者指着他忘记拉上的裤裆 哈哈大笑 雷蒙特觉得尴尬极了 便跟死者打了起来 关键他没打过 有针指就有杀人动机 不过雷蒙特表示 他一整天都在忙 没有作案时间 死者嘴上的口红印本来是红色的 可隔了没多久 居然又变成了黄色 这是阿托品的风化反应 而阿托品也是癫痴中的毒素之一 这也意味着 凶手是拉拉队中的一员 他在嘴上涂了剧毒 然而通过亲吻的方式给死者下毒 可为什么下毒者反而没事呢 林塞召集来了12名拉拉队员 挨个提取了他们的口红印 丹尼和弗拉克躲在了玻璃后面 反复观看这些身材火辣的姑娘们 金笔队 那枚有毒的唇印 来自拉拉队长宝拉 但是光凭一枚唇印还不够 他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行 林塞反复观看了抽奖时的录像 当时宝拉将手伸进了抽奖筒 反复巴拉了几下 就抽中了斯科特 然后欣喜若狂的斯科特 跟他来了个诗文 将画面放慢之后才看清 宝拉偷偷将手中的卡片扔在了地上 而卡片上的数字 压根就不是斯科特的位置 宝拉造假了 让斯科特领奖完全就是他的刻意安排 于是警方来到了宝拉的公寓 宝拉不在家 厨房摆满了奇奇怪怪的减肥药 冰箱里也只有很少的食物 他在室内种了几盆剧毒的癫茄和毒扁豆 林塞恍然大悟 毒扁的和癫茄虽然都是毒药 但是混合在一起却能够以毒攻毒 中和癫茄的毒性 原来宝拉提前吃下了解药 然后将毒药含在了嘴里 再通过亲吻味进斯科特的嘴里 这样就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神不知鬼不觉把人给杀了 现在作案手法是莫清楚了 他的杀人动机又什么 宝拉的冰箱上贴着一张胖女孩的照片 可他明明是一个人住 于是林塞将胖女孩的照片输入电脑 结果与宝拉的五官严丝和缝 原来宝拉就是照片上的胖女孩 这就是死者编出来的顺口溜 原来两年前 宝拉也在赛场上成为了百万富翁性影儿 他去领奖的时候 死者唱着这声顺口溜 嘲笑宝拉的肥胖 还带领全场观众一起嘲笑他 宝拉至今都记得那场鲜鱼 也是他痛定思痛 做了缩胃手术和吸止手术 拼命地减肥 终于成功瘦下来 成了拉拉队中的一员 他重现了当年的场景 让斯科德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去 只为了报当年的羞辱之仇 两年时间就能受到拉拉队的标准 妹子是真的强 就是将大好的青春浪费在一个神经病的身上 我替他感到不值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胖姑娘都是潜力骨 以后不要在评论区叫我胖可乐 我也很记仇 故事中 拉拉队长的扮演者是美国演员凯丽林普拉特 曾在CSI拉斯维加斯片 第一季第22集和第六季第19集中 两次饰演案发现场的目击者 虽然没有什么二叔能详的作品 但是有美人的花期很短 这也让普拉特的娃娃脸显得弥足珍贵 所以他经常会在影视剧里 客串十几岁的高中生 你能看出他出演这集故事的时候 已经三朝几了吗 说完了复显 我们再来说说主线 第17集中的出租车连环杀手终于坐不住 再次将魔爪伸向了无辜的市民 这一次他盯上了一个红衣女路人 女人毫无防备地上了车 不多久他就被毒死在了后座 和前几位受害人一样 连环杀手为他准备了油布当果实袋 在他的后颈刻上了一串数字 他把尸体藏在了后备箱里 随处可见的黄色滴室 是杀手最好的保护色 第二天一大早 人们在喷水池发现了女人的尸体 前几位受害者都是抛尸在沙滩上 这一次凶手突然改变了抛尸地 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和前几位死者一样 女人没有身份证明 双眼点状出血 皮肤呈现一氧化碳中毒后的粉红色 每天都会有很多游客 往喷水池里投入大量的许元硬币 但今天的硬币却很少 原来清洁工一大早 就把硬币清理干净了 于是警方找到了清洁工 过去的18年 他每天都负责清理水池里的硬币 在纽约这个犯罪率极高的城市 清洁工早就对尸体见怪不怪 于是他自顾自地清理完硬币 随后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这或是一点都没意识到 自己破坏了犯罪现场 好在被清理的那袋子硬币 还原封不动摆在柜子里 全纽约有一万多辆出租车 想要锁定唯一的凶手 无异于大海捞针 偏偏这时候 麦树的记者瑞德还不断打来电话 向他索要独家内幕 瑞德是个记者 而麦树是个警察 他让瑞德乖乖等着 有能够公开的内幕 自然会第一个通知他 瑞德有些失望 莲欢杀手扔在逍遥法外 搞得整个纽约人心惶惶 麦树依然对着记者们舍口如瓶 不想他的记者突然冒出来搞事情 他质问麦树 如果是你的话 有还敢坐出租车吗 这显然是给麦树下套啊 麦树思考片刻 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在修手被绳制依法之前 不建议市民们乘坐出租车 这番话 无疑会造成一番新的恐慌 乔丹身为市长身边的工作人员 自然将维稳放在第一位 全是有四万多名出租车司机呢 你这是要让他们都失业吗 麦树却质问道 乔丹一时语色 是啊 政治家嘛 平时出门都是坐专车的 他们哪里管得着平民百姓的死活 迄今为止 已经有五名受害者 成了杀手的亡魂 分别是两位来自本地的房产女经纪 一位来自新泽系的男律师 一位研究生 他们都是乘坐出租车的时候 被困在了后座上 杀手的车被改装过 他将驾驶时和后座隔开 将汽车尾气 直接排到了密不透风的后座 看着受害人在挣扎中 慢慢窒息而死 每个受害人的脖梗后面 都被刻下了特殊的数字 L2729 直到现在 警方还是不知道 最后一名受害者的身份 不过斯戴拉在果实的油布里 发现了一枚磁吸扣 这个扣子有点旧 或许是凶手抛尸的时候 不慎留下的 小黑在果实布上 发现了一些白色的痕迹 经过分析 这是南美和尚鹦鹉的分别 和尚鹦鹉是60年代 从阿根廷运来的外来物种 如今这些小家伙 大部分栖息在 国王群大学的校园内 或许他们的凶手也来过这里 寻找这条线索 小黑和斯戴拉在校园里 发现了蓝黄色的防水布 与果实布的材料一模一样 看来凶手的果实布 都是在这里偷的 地上有一些车轮和脚印 不过这车轮印记太普遍了 普遍到没有任何的辨识度 金比对 这是古德菲尔在2006年 生产的钢轮轮台 全纽约有8家出自车公司 使用这种轮台 但是斯戴拉刚刚发现 果实布里的磁吸扣 实际是一枚定位发送按钮 是以前公司为了追踪 旗下的出租车用的 但现在的出租车 大部分都是GPS定位 唯一使用磁吸扣的公司 只剩下了一家 于是代姐来到了这家出租车公司 本来因为生意难做 老板舍不得换掉这些老古董 如今连环杀手的出现 更是让公司的处境雪上加霜 负责人回忆 前段时间有个司机 因为挣的钱不够交租金的 一切之下打落了不少紫扣 还在墙上砸了个大洞 公司有上百名司机 没有人气的那个司机究竟是谁 小黑在那位司机留下的坑里 提取到了一小块皮屑 发现司机的DNA 与其中一起案发现场的雪洋相符 这是否意味着 他们要找的凶手 就是那位神秘的司机 五个受害人 他们都怀揣着梦想 奔赴新的希望 却因为上错了出租车 让所有的期待戛让而止 麦树的宝贝妓子为了博眼球 开始在网上胡编乱造 说什么麦树是他的线人 若不是看在王家的面子上 麦树没把他的屎打出来 都算他拉得干净 麦树走后 妻子突然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 对方约他见面 说什么有真正的内幕可以提供给他 为了流量 瑞德决定去会一会这个爆料人 今晚的雨 比一瓶找他爸要钱的那碗还要打 丹妮触警深情 再次给林赛打电话求复合 林赛依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你当解日吉祥物呢 呼之则来呼之则去 其实丹妮冷落林赛的原因 是因为跟女邻居搞床上去了 女邻居本无意介入他们俩的感情 她只是个刚刚失去而死的单身母亲罢了 于是女邻居决定搬家 主动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并祝愿丹妮能够早日挽回林赛 一夜之间 女友和情人都没了 只留丹妮一个人黯然神伤了起来 小黑在四季遗留的DNA中 化验出了两种镇定剂 这两种药物通常治疗暴力倾向严重的病人 室内一共有三家医院会用到这种治疗方式 其中一家医院早在去年就被关闭了 医院被关 就意味着一些攻击性人格的病人 不得不提前出院 于是斯戴拉申请了搜查令 调出了这家医院的所有病人资料 这些病人大多经历过童年创伤 每个人都曾服用过和凶手一样的药物 其中一份资料与凶手的侧鞋很相似 可她的登记姓名却是无名氏 所以警方费了这么大劲 却还连凶手的名字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 已经等不及再次行动 这一次谁将会是姓名的呢 瑞德报了一个地址 那里是他与爆料人约定见面的地方 司机没有说话 慢悠悠地带着瑞德渐行渐远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凝视深渊过久 深渊回忆凝视 当瑞德费尽心机 想要更了解连环杀手的时候 却不知对方早就在暗处注视着自己 他正在渐渐变成深渊的一部分 而不自知 那么瑞德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麦树将如何面对这个糟性的倒霉而至 这一切的谜题都将在下一集中揭晓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CSI纽约第四集第二十集 我们不见不散